向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表示感谢 连电创办人曹新成要为陈时中说几句公道话 各国每百万人口他因为疫情而死亡的人数 40国里面我们排名第4 那么我们仅次于新加坡 日本 纽西兰 40个国家里面你排名在前4名 代表什么 用分数算也是90分以上 得到90多分的地方 防疫指挥官要受到这么大的攻击跟侮辱 为什么这么多辛辛苦苦 每天为我们健康的奋战的医疗人员 要受到这样的侮辱 这是绝对不公道的 曹新成强调台湾防疫全机世界前半段 指挥官却要承担骂名 他喊话应该用选票还给陈时中公道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欠陈部长一个感谢 我们要反对这些污蔑陈部长攻击我们所有医疗人员的 这些尖酸刻薄的攻击 今天这个市场选票呢 我们应该给阿公部长阿中部长一个公道 昨天我也讲说为了选举更严格来讲 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的参选 所以这个防疫的成绩几乎被扭曲 打压这个有心人 打压成变成是一个邪恶的痕迹 在这里我还是要讲 防疫是他全民的一个努力的成果 这样的一个光荣的印记 也不容有心人来做磨灭 曹新成的力挺 陈时中点滴着心头 不过除了防疫成绩抗共保台也是选举热门话题 特别蒋万安在辩论会上称绿共一家亲 让陈时中相当不以为然 乱扣别人的帽子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 没有只会绿共一家亲这样的问题 最高纪念是两岸主权互不隶属 对马上就说是空话 那不知道蒋万安先生到底认为这是空话 还不是空话 蒋万安讲他有这个DNA 这DNA不是我提是他提的 蒋万安讲经过的DNA 跟大陆三不五是吧 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你父亲蒋校园居然跑到大陆不止接触 吃吃喝喝还接受习近平的家宴 那你到底是哪个DNA 要蒋万安把主权议题讲清楚 不容许打模糊状 好这个主权的议题 等一下要请将军帮我们分析 不过我们还先看一下 指挥中心刚才是公布今天的数据 今天本土的病例降到一万六千多例确诊 那死亡的个案今天是新增三十四例 提醒观众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了 那回过头来台北市撒卡都的选战 这个连电的创办人曹新成 他觉得说这个打选战以来 怎么陈时中防疫都已经做到这么好啊 四十个国家去排名 我们台湾排第四耶 那还去玩吗 所以呢他就说啦 曹新成就说台湾防疫成绩这么好 结果指挥官还受到这样子的攻击跟侮辱 很不公道啦 甚至黄珊珊之前还骂到说什么谋财害命 曹新成觉得这种说法真的是伤天害理 除了防疫题之外 现在在这个辩论会的场上 蒋万安还批评说 这个民进党疑似有绿共一家亲 说这个网友这样讲所言不假 人家曹董就说 那蒋万安 你的爸爸去中国吃吃喝喝 这样又要算什么呢 曹新成董事长今天举这个例子 在对照蒋万这个辩论上的话 这个听起来蛮讽刺的啦 将军 当然我跟曹董事长有几次的 这个当面我们做一些沟通 还有几次我们在参会上也有做一些沟通 他就讲一句话 他说奇怪 为什么台湾在这个防疫势同作战 打完这个防疫战役以后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攻击指挥官 我就跟他讲一句话 我说现在在乌克兰 目前有没有人在骂泽伦斯基 没有嘛 他带着全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攻击 攻击到现在 你看从二月到现在 可是我跟董事长 我抱董事长 等到乌克兰打完仗以后 就会有人攻击泽伦斯基 你相不相信 他说为什么呢 政治获利嘛 一定会有人想要跟泽伦斯基 要拼总统的位置 那他就说 你看你当时的俄乌战争 害乌克兰这么多人阵亡 可是现在听起来极其荒谬 为什么泽伦斯基正在为 他们的民族 为国家而努力而奋斗 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拼 所以当下没有人会骂 等到整个疫情作战结束后 就会有些人来 那这些人是真的 为了国家的安全 真的是为了防疫的 这个成功吗 不是 那是因为已经打完了嘛 因为仗已经打完了 防疫已经结束了 大概三分之二了 已经到末期了 所以开始会有人开始讲 我说非常正常 所以我才一直 那时候我就跟曹东讲 我抱曹东 我跟你讲 如果你有机会碰到陈时中 要跟他讲 你现在不是疫情指挥官 你现在是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你不要花 百分之八十九十的时间 去解释防疫 不要解释 那个战役已经过去了 你只要花百分之三十的时间 讲完 剩下的时间 你一定要反攻 你现在是候选人 你现在不是指挥官 因为指挥官要带给全民 叫做温柔 安定 跟大家不要害怕 所以你要非常的温和 但是你现在做的是候选人 如果你没有现在的匹理手段 你未来哪有四年在台北市执政的能力呢 所以我就跟曹东讲 你一定要如果遇到陈时中 你一定要告诉他 一定要前进 前进再前进 是 对 那后来这一次的这个辩论会 我有感受到那个味道 我有感受到陈时中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解释防疫 他只是对于防疫那一段 用什么疫苗 然后什么筛剂 然后如何用防疫的手段 他都是很 他就很轻轻的带过 他就用了两个字来形容 温暖 温暖 就是我看到人 这些人因为一染一染染生 我心不心痛 我也痛啊 可怎么办 我当一个指挥官 我不能散然落泪嘛 我当然要板一个扑克脸 把事情做完 因为我要服务的是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他这句话就是温暖 对那可是呢 你认为你的温暖 对于对手 不管是蒋湾 还是黄珊珊 会买单吗 当然不买单嘛 在他们的耳朵 听起来叫做恶心嘛 就是哎呀 你太恶心了 他一定会攻击你 所以你不要因为他们的攻击 你就觉得我要包容 不用包容啊 为什么 现在正在打选战 就跟你当时跟COVID-19 打这个疫情的作战 一样 那是真枪实弹 如果人家对你攻击 你的盾牌不够厚 你就被打穿了 你被打穿 你怎么去保护所有人 所以说必须要这样 如此这样做 所以这次曹新成很简单 他讲 其实曹董也讲过 我也问过他一句话 我说你以前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统一派的 为什么现在开始改变 他说就是因为中国 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 如果中国连中华民国 都是一个国家都不承认 既然不承认 我是一个国家 哪来的统一 东德西德 南韩北韩 因为他们至少都是一个 合法的国家 才有统一的谈判 现在中国 他从来不把中华民国 视为一个国家 那他对我们的所有的手段 不叫统一 叫并吞 曹董这一句话 在场所有的人服气了 所以很多人在是质疑说 曹董以前战成统一 现在觉得是中华民国 是个独立的国家 好像不一样 曹新成讲得很清楚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曾经你把我当成一个国家来看 我们才有谈统一 才对等才平等 我们才有互相的尊严 你从来不保当成一个国家 那哪叫统一 这就是并吞 就是武力并吞 就是流氓手段 当时曹董就这样讲了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现在为什么曹董要跳出来赞成 这个赞扬 或者支持陈世忠 因为他感受到了乌克兰 泽伦斯基心中的痛 泽伦斯基看到这么多人 被俄罗斯战争伤亡 他不痛吗 他不痛 他说那干脆我投降就好 或是我被抓就好了 我被抓我投降 如果乌克兰就能安全 那我就这样做了 可是泽伦斯基很清楚 就算我投降 就算我低声下气的 跟普丁来认错 我的同胞 我的人民 一样会遭受毒害 跟陈世忠一样 我可以跟COVID-19说我投降 我不打了 随便 所有的这个疫苗都来 没有 他不会听你的 所以这就是同样的 为什么说防疫视同作战 防疫就是作战 那么现在这个整个台北市场选举 已经到最后紧图密鼓的阶段 没有温柔 没有 没有仁慈 那你不显霹雳手段 以后你怎么显菩萨心肠 你没有任何的作为 所以我说这一次 陈世忠的做法 我觉得值得肯定 另外我再讲到 我提到上段讲到 那个徐晓星的一段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骚扰与被骚扰 因为以前我们在部队当过主官 我们都很重视这一段 什么叫骚扰 什么叫被骚扰 如果女兵 或者是女性的同仁 他提出感受 我觉得不舒服 哪怕你拍他肩膀一下 都叫骚扰 那最主要是当事人的感受 那当事人没有感觉不舒服 而旁边另外一个人 你开始说他不舒服 他这样有被人家 好像有闲出手的感觉 我告诉你 当事人可以对这个人提出检举 为什么 你污蔑我的名誉 你害我的名誉受损 所以以前我们在军中 处理这个两性之件事 我们会抓得非常的严谨 因为曾经就有一个士官 他可能心中 心仪某一位女兵 后来这个女兵 跟某位长官握手 他就造谣 说他们两个有暧昧 所以我这士官被告 那个女兵告他妨碍名誉 因为我颁奖跟长官握手 怎么会有暧昧呢 那是很正常的啊 对所以 所以我说其实很多事情 选举虽然很激烈了 但是选举很激烈 可是我觉得 这个所谓的良心跟人性要兼顾 那么可是我觉得徐晓昕 他当然获利 因为他在那个第三选区里面 现在他是声量最高的 如果我没有出乎的意料之外 明天王宏威就要出招了 因为这两个人一直在比赛 我怎么跟他比下去呢 声量被压掉了 所以但是呢 对于这个国民党本党 在这一块里面的这个 我不觉得会获利 因为其他的会被边缘化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一个政党的良心 跟政党的这种包容度 应该是要兼顾 而不是一枝独秀 选举真的也是要厚道啦 要有原则 不过刚才在讲到 这个辩论会的过程 这个礼拜六的这个辩论 应该是大家都有看啦 朝会委员 因为这边我们就来看看 三方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 是怎么样称赞蒋万安的 来看一下 他说蒋万安的表现 就像呢 这个当年 这个像跟尼克森辩论的 甘乃迪一样 让人觉得充满希望 那陈时中这一听到这边 这个阿中部长是怎么回应的 阿中部长有点苦笑啦 他说他觉得 蒋万安辩论到后面 慷慨激昂 像是小朋友在演讲比赛 抱着恨在讲他的市长梦 到底是演讲比赛 还是亲手甘乃迪啊 这个小会委员看完的心得 觉得如何呢 我小时候因为国语发音还算标准 口条也还不错 所以那个小学的时候 我也有都被选去参加那个演讲比赛 而且还都是那种爱国演讲比赛 就是我们要解救吃树皮 啃树根的大陆同胞 于水火之中 我们要复兴三民主义 其实这个我也蛮擅长的 我在想说 这个语调跟蒋万安有点像了 这个如果我把蒋万安的讲稿拿来念 台北市的愿景不只是冰冷建设 城市要有人才会有温暖 我觉得我其实应该也可以念的蛮好 你可以哦 所以朱立伦应该就是这一套系统长大的 所以他可能是听到蒋万安这个演讲 就勾起了他无限的回忆 所以他会觉得特别的称赞 觉得充满了希望 因为那就是回到了他们可能是 蒋总统的时代 大家都这样 所以社会一片祥和 这个可能是朱立伦个人的想法 不过如果我们是我们这个世代 那现在的志士 再回来听蒋委员的这个演讲稿的时候 我那天是真的有听 我听的时候就是已经有点满头问号了 就是什么叫做把台北市儿童的哭声 是不是转换成台北市的交响乐 这不知道是谁写的稿子 真的 那时候就在看的时候 觉得很空啊 因为他有提出了问题 但是其实没有任何的解方 而我们其实要选市长 选首长 其实我们要选的是解方 或者至少要有个态度 那所以我可以就你的解方或态度 来进行比较 如果只会提问题的话 那谁不会提 我也会提啊 对啊 我觉得每次来露营的时候 这个交通也不是很好啊 这个内湖很塞 林口很塞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台北市老房子老了 救了都更 为什么不能快点 提问题谁都会提啊 但是重点是解方啊 所以我觉得蒋委员确实很可惜的就是他的这个讲稿 充满了华丽的辞早 那堆砌起来之后 当然可以用自证腔圆的国语表现出他的激情 但事实上没有对台北市任何的解方在其中 反而是阿中部长的话 可能是我们自己也在立法院 尤其是未还委员会 所以真的就是感受到那两年 我们是怎么样度过了这个疫情 从没有口罩买口罩 没有这个疫苗 我们这买疫苗 然后一路到了现在 今天大家开始可以不用量体温了 这件事情实在是很令人高兴 所以我们再回来讲万安 其实他现在被这个蓝营媒体称颂的一段叫做 他提出了一个绿共一家亲 简直就是经典 所以民调标破了八成 我想说这不知道是哪一招 但是我想借着这个机会 也许跟这个在电视机收看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那其实大家可以怎么样去看这个讲稿 我觉得其实蒋万安在讲这个绿共一家亲里面 其实大家如果认真看 这就是媒体试读的标准 我分析给大家听听看 绿共一家亲他说的其实是说民进党只会讲抗中 但不会讲保台 好你看他又提出了问题 但他有没有讲出他的保台方式呢 其实蒋万安也没有提出任何的保台方式 他后面只是再一次的批评了民进党是双标 他同时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民进党的双标 可是这其实就是观念的错置 而且偷换 讲白一点就是偷换概念啦 你看他第一个他是说 你们反BNT说这个是在中国分装的 但是你们却让高端的二期试验用中资公司来做 这两件事情对啦 他有发生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高端的这件事情里面 还有时间的因素加在里面 高端在做二期试验的时候 这家公司是美资 是做完了一直到现在以后 这家公司时间推移了之后 对他有中资进来 但你不能说我讲的是事实啊 可是你把时间的地方偷换掉了 那这样怎么可以把它列为同一件事情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他说民进党的人都出征去中国 做表演工作的艺人 但是却不骂郑运鹏 拜托一下 谁哪一个所有去中国工作的艺人 大家都有骂吗 其实没有啊 我们还是鼓励大家能够发光发热 找到自己的舞台 我们再说的其实是像黄安这种 拿着台湾身份证 在台湾用健保 但是去了那边以后 却因为台湾的身份 骂台湾为例 变成中国样板的人 我们再说的是这一种的 这样子亲共的艺人 并不是把所有去到中国做生意 赚钱表演的人都一杆子打翻呢 所以从这两件事情 大家就可以知道 蒋花安看起来好像是都在讲 已经发生过的事实 可是前面一个例子 他忽略了时间 后面一个例子 他其实把所有的人一杆子打翻 这就是所谓概念的错置 偷换概念 所以你这样听起来 到最后你已经被他洗脑了一轮以后 你讨厌了民进党 但是你却忘了问 那蒋花安 蒋委员 蒋市长 你的保台策略是什么 其实他从头到尾没有提出 这就是大家对蒋花安觉得他空的地方 蒋花安在辩论过后 这个朱立伦敢说他像甘乃迪一样 那既然讲得这么好 接下来我们这个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冠婷这边就要帮我们分析 到底民调在辩论会过后 到底民调三方有什么样的趋势走向 我们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四十个热门频道通通免可以看 立即下载四季线上 让你随时随地